澳洲政党领袖二性竞争 角逐联邦大选 澳洲政府的新难民政策 登上各国头版头条 政策确保难民 逃出炎热与暴力充斥的地方 到另一个又热又危险的赤品国家 在野党领袖艾波特 对搭船到澳洲寻求庇护的难民 提出苛刻的临时签证政策 成了选举的热门话题 又或者说是转移话题 重返总理之位的陆克文 带领着线路困境的工党 简直快疯了 他被迫布上前总理的后尘 消除他在政策观点上的分歧 不论谁赢得九月份的澳洲大选 全世界都在期盼 民众应该督促政党 把焦点放在更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上 你觉得澳洲的政党 纷纷陷入难民政策的争论里 这样对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